好来看到东华富小代表花年线参与2023世界青少年创客发展季台湾选拔赛 参赛的六件作品全部上磊 获得一特别奖一金一银一铜二甲座 其中特别奖跟金奖队伍将代表台湾参加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世界赛来为国争光 东华富小总共有六组队伍参加了2023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集台湾选拔赛 校长包明君他特别强调学生要从由自己做到与他人团队合作 来学习共同制作与分享的成果 送件六件作品进到全国赛 这六件作品里面我们有意见拿到特别奖 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件 是由外籍老师用英语全部寻达所得出来的一个特别奖 第二件作品是金奖 这两项作品都要进军世界赛 动华富小在给予孩子创作发展这个空间是很宽广的 所以我们孩子在发表上面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 因此我们就借有这样一个专长 让孩子不断去讨论 那么你对某一些事情你有存在什么样的好奇 那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来切入 所以都是从生活当中去找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譬如说我们这是拿到特别奖的 叫做便于上下楼梯的住行器 就是他们在生活当中看到老人家上下楼梯 都要有大人搀扶着非常艰难的上下楼 那么他有了一个住行器 其实对楼梯来讲是毫无作用的 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高低落差 从这里他们去刺激去发想 这次获得外籍评审青睐的特别奖作品是 便于上下楼梯的住行器 创作学生的发想是为了要解决 阿嬷不方便上下楼梯的困扰 脑力激荡设计创作出这一个住行器 没想到就被评审推荐参加世界赛 也是全国国小鼠唯一一件的特别奖 后来才意识到说 因为它断掉 所以让我们觉得说 这样老人家不必再蹲下去 然后也不用再去凹折那个住行器 这样用伸缩推杆 这样一来不用让老人家还要蹲下去 二来呢 也可以让他们直接在上面就顺利的操控 而且比较不容易断掉 我们是在一般住行器上 然后前脚先把它切断 然后前脚切断的地方是这两个轮子 然后之后呢 把它我们去市面上 用了市售的伸缩推杆 然后将一体成型的伸缩推杆 把它用束带固定上去 这样一 然后在这里有电源线 然后接到开关 然后这样就可以上下楼梯 另外一种金牌作品是多功能按摩球 而东华富小社两组特别奖 和金牌的作品将代表台湾 来参加2023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的世界赛 月轮会欢视报道